这就是澳洲海岸的空中霸处 占据了整个澳大利亚的海岸线 是所有海岸线附近生物的噩梦 它就是白富海雕 它稳坐头把交椅的秘诀就是 海陆空通吃 你读文明的海蛇 也只能被它当成蜡条 防御力极强的海龟 也难以逃脱白富海雕的爪牙 除此之外 岸边的小型动物 以及空中的其他小鸟 它都不会放过 咽过拔毛 归过流壳 有时连人路过都要留下点食物 凭借着铁罐投掷 白富海雕在这里称王称霸 不过没有食权食美的物种 它们繁殖能力较弱 而且繁育时间较长 要待在父母身边很长时间 才能独自觅食 这难道就是插了翅膀的平头哥吗